一起盗窃案 牵出13年前强奸机案 大胆盗贼 卧行妾 惊醒熟睡夫妻 作案多起 神秘男子来无影去无踪 DNA比对结果 成为系列案件侦破转机 天不藏间 双面人虚伪面具 终被揭开 潜藏13年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03年至2016年的13年间 安徽省马鞍山市羽山区 发生多起入室盗窃 强奸猥蜉案 13年来 警方始终没能获得 侦破这批案件的有力线索 这更是给当地群众的心理 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2016年4月8日凌晨 马鞍山市羽山区向山派出所 接到报警 在辖区内 石山花园住宅小区 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到达案发现场后 民警发现 受害人家中有明显被翻动的痕迹 民警立即向业主周先生了解当时的情况 被害人 在家里面睡觉 男房主 一般睡得比较沉 然后女房主 听到客厅有声音 有动静 半夜我睡觉以后 突然给我 爱人把我推醒 被妻子叫醒的周先生 听到从客厅传来翻东西的声音 家里除了自己和妻子 没有别人 周先生的第一反应是 家里进贼了 周先生大喊了一声 立即追了上去 我就赶紧追了出来 发现没有看到人影 只觉得我的大门已经敞开 由于事发突然 追到家门口时 那个黑影早已消失在夜色之中 我当时没有追到这个人 因为妻子也跑得太快 被害人男房主 也非常勇敢 出去追赶了发生嫌疑人 一直追到楼梯国外面 但是因为各种人当时没有穿鞋 光脚 再加上衣服也穿的也不多 就没有再继续追赶 经过清点 周先生发现 客厅里的两盒名贵茶叶被倒了 而且卧室里 钱包中的三百多元现金也不见了 这让周先生夫妇有些后怕 这说明在他们熟睡之时 盗贼曾进入过卧室警窃 窃贼被周先生夫妇发现后 夺门而逃 经过办案民警 现场勘察发现 周先生家二楼厨房的防盗窗 明显遭到破坏 根据破坏程度分析 防盗窗是受到了外力作用的破坏 被害人家 厨房的一个窗户的防盗窗 都破坏了两根 通过我们技术园的分析 和我们政策员判断 应该是用手强力扳断的 强力扳断断 扳断一口之后 把毛子甚至进来的 通过对建筑物外墙的勘察 民警分析 盗贼应该是借助楼体外部的水管 防盗窗 盘爬到二楼 进入周先生家实施盗窃的 这名窃贼十分谨慎 在案发现场 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警方只是在厨房的灶台上 提取到了一枚足迹 通过这个足迹呢 我们这个发现了 它这个准备呢 应该属于这个波浪性发纹 在它这个鞋的中间呢 有一个方格 但就是这枚足迹 让警方联想到 一周前发生在雨山区的 另一起案件 凌晨十分 偏僻自建房内 惊现恐怖身影 凌晨两点多钟的时候 突然发现 有这个陌生男子 不是其丈夫 翻墙入室 猖狂盗贼 究竟畏财畏色 气质入微 现场勘察 提取陌生足迹 引起警方注意 意外收获 DNA比对结果 成为案件 侦破转折 我们发现 它跟03年 在案发现场 所留下的 发生前所留下的生物检查 是同一人所留 潜藏13年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4月8日凌晨 安徽省马鞍山市 羽山区 发生了一起 入室盗窃案 窃贼惊醒了 熟睡中的业主后 仓皇逃跑 但黑暗中 业主也没能看清 窃贼的体貌特征 在案发现场 警方除了提取到 一枚足迹之外 并没发现其他 有助于破案的线索 但是 这枚足迹 却让警方联想到 一周前 发生在羽山区的 另外一起案件 这起案件 发生在象山镇的南矿新村 根据警方记录 受害人冯彦报案称 自己家中被盗 我们是早上6点多钟 接到的报警 其实实际情况 我们到达现场 了解过情况之后 其实案发的 准确时间是 也是凌晨1、2点钟 据受害人描述 凌晨2点左右 他被翻动声惊醒 黑暗中 隐约看到一个人影 在屋内晃动 他意识到 家里进了窃贼 但因为当时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十分害怕 没敢出声 而是继续装睡 就这样 他紧张地熬过了 十几分钟 直到窃贼离开 屋里彻底 没有了动静之后 他才敢悄悄地 下床查看 到去了 放在客厅 沙发上的 一个被盖上包里面的 现金 大概有一千元左右 被盖上现金 和一些 其他一些贵重物品 在这起案件中 受害人冯彦 明显受到了 不小的惊吓 而且财产上的损失 也不小 按照常理 这样的受害人 一般会在 案发后第一时间 报警 但冯彦 为什么会拖到 案发后 四个多小时 才去报警呢 这黎明前的 四个小时 对一个受到 惊吓的单身女性来说 应该是十分难熬的 民警判断 这里面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是冯彦 没有对警方说的 面对民警的询问 冯彦的回答 犹犹豫豫 闪烁其词 好像有什么 难言之隐 最后 在办案民警的 耐心疏导下 冯彦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 当晚从梦中惊醒时 他发现一名男子 正站在他的床头 还没等他出生 男子就扑到他的身上 用一只手捂住他的嘴 那一刻 他整个人 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 采用五嘴 言语威胁 和这个 玻璃的手段 在违背被害人 意志的情况下 对这名被害人 进行了性侵 盗窃犯罪 瞬间升级 玉山区警方 立即成立专案组 侦破此案 民警首先对 受害人家的周围环境 进行了了解 受害人的住所 属于自建房 地理位置比较偏僻 这里几乎没有监控设施 假之周围的居民 都已经拆迁了 白天都少有人来往 到了夜里 更是难见人影 民警走访了 附近几家零散的住户 也没有得到 任何有用的信息 所以 民警只能通过 对周围环境的研判 来推测犯罪嫌疑人 当晚的行动轨迹 当时在围墙的一端 有个小房间 小房间的根部 边缘根部 有几个台阶 专制的台阶 他是通过这个台阶 爬到这个 旁边的一个房间的楼顶 这个瓦房 瓦房的楼顶 沿着瓦房 然后行走到了围墙上面 然后再从围墙 跳入不开人家的院子里 在跳入院子里之后 他就从窗户 从不开人家的窗户 一楼窗户 翻进去 翻到客厅 虽然当时受害人 被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吓到了 但还是清晰地记得 犯罪嫌疑人 在作案后 是如何从自己家离开的 作案之后 他是从他客厅旁边一个厨房的一个侧门 然后先跑到被开人家的大院墙里面 然后从过院墙上到他厨房的楼顶 从厨房的楼顶 跳入 跳到围墙外面 然后进行逃跑 没有目击者 受害人也没有看到犯罪嫌疑人的容貌 只感觉这个人身高不高偏瘦 有点本地口音 这些信息对警方来说 都不够直接和有利 不过 通过现场勘查 警方从受害人的床单上 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生物剪裁 而且在地面上 还发现了一枚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足迹 当时发现的这枚足迹 对警方来说是陌生的 是一个独立的证据 但是紧接着在4月8日的盗窃现场 提取到的足迹 却让专案组的民警们眼前一亮 因为这两枚足迹 看起来十分相似 那么之后呢 我们回到这个实验室 对现场提取的那枚足迹 进行了这个检验和这个比对 发现于4月1日 那枚这个现场足迹 是同一种种类 属于同一种鞋所留 而且从它的这个作案手段 和作案地点的选择上 我们也更加的肯定的判断 应该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于是专案组当即决定 将2016年4月1日南矿新村的入室盗窃强奸案 与4月8日石山花园小区的入室盗窃案 进行串病侦查 同时在4月1日的这起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检裁 成为了警方手中最有力的证据 最后我们这个送实验室 这个马上是DNA实验室进行检验 从而确定了一名男性身份的这个DNA 专案组随即将这枚DNA 与警方数据库中的DNA信息进行比对 没想到有了意外的收获 所以我们发现了这个 这个嫌疑人应该就是我们 专案组多年来锁定的一个 入室盗窃强奸 这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这枚DNA信息竟然牵扯出了一桩 13年前的急案 午夜时分 工厂值班室内发生盗窃强奸案 当他正走到这个值班室门口 准备开门的时候 这时候突然进来一名陌生男子 嫌疑男子 线索中断 案件击沉13年 未能侦破 DNA比对 多起案件竟是同一人所为 所有的证据指下 全部指下 证明犯罪嫌疑人 串并侦查 能否揪出隐藏的真凶 潜藏13年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4月1日 在羽山区象山镇 发生了一期入室盗窃强奸案 在现场勘查中 警方提取到了一名男性的DNA 在进行数据比对时 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出现了 我们发现他跟03年在案发现场所留下的 发生件所留下的生物检材 是同一人所留 13年前的一个深夜 在象山镇一个矿业车间的值班室里 曾经发生过一起盗窃强奸案 当时接警之后 辖区派出所包括责任区中地 迅速出警 到到达现场之后 对于这个案发现场 也就是当时的悬购场值班室 值班室呢 我们在现场看到是 一名女受害人报警 受害人李霞 十年三十二岁 是这家矿业公司的一名安全值班员 案发当晚是李霞值班 他像平时一样早早来到了值班室 一切一如往常的平静 到了午夜时分 李霞有些困意 于是就靠在值班室的长椅上小气 凌晨两点多钟 他突然发现 和听见 外面有玻璃 就是灯泡的声音 破碎的声音 然后紧接着就发现 外面灯光 光源消失了 一片漆黑 他当时就想起身去 查看是什么情况 当他正走到这个值班室门口 准备开门的时候 这时候突然 进来一名陌生男子 嫌疑男子 紧接着 这名突然冲进来的陌生男子 对李霞进行言语威胁 并用衣服蒙住了他的头 随后对其实施了强奸 再一个就是 在性经过之后 宣言人还从现场被害人的包里 盗取了一些随身财物 案发后 李霞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的值班班长 班长在了解情况后 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玉山警方接警后 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 在进行现场勘查的同时 警方对受害人做了笔录 并在现场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生物剪裁 警方分析 案发时间在凌晨 外部人员很难进入工厂 所以厂内人员的作案可能性较大 于是 警方第一时间对厂内的工人进行了排查 调查发现 夜班的工人们都在忙着工作 其他相关人员也都有不在场的证明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这样 厂内人员的嫌疑都被排除了 由于当时的监控视频条件有限 警方在视频监控这条线索上 也没有任何收获 就这样 在这起盗窃强奸案件中 警方除了得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生物剪裁之外 再没有获得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警方分析 犯罪嫌疑人在凌晨作案 而且手法老练 有一定反侦查意识 很有可能是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员 于是 警方将这份生物剪裁送往实验室 与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比对 但是结果却令人失望 他们并没有发现与其匹配的DNA 分析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为无前科人员 那么这个案件现场的其他的痕迹不准很少 这个对我们案件的侦破带来了一点难度 虽然雨山警方从来没有放弃对这起盗窃强奸案的侦破工作 但是13年来也没有获得更多实质的进展 直到2016年4月1日 盗窃强奸案再次发生 通过DNA比对 警方确认这两起案件中嫌疑人为同一人 这才让警方又看到了 侦破这起沉积多年案件的曙光 那么通过现场的勘察 我们在现场串命工作上 首先做到了一些突破 那么也拓展了我们的侦查思路和侦查方向 专案组立即召开了案情研判会 输底了自2003年至2016年 马鞍山市玉山区多起未能侦破的入室盗窃 强奸猥亵案件 与此同时 我们又将2003年到2016年之间 在象山地区发生的类似的作案手段 和作案手法上相似的案件进行了梳理 发现有20余起的入室盗窃案件 作案手法上和作案地点的选择 以及作案时间的选择上有相同之处 经过大量检测实验工作 技术人员对比发现 在象山地区多起未破的类似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的DNA 与4月1日案件中提取到的DNA是一致的 这说明13年来 间歇性发生的多起入室盗窃 强奸猥亵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同一个人 包括现场留下的痕迹物证 就大量的聚集在一起 所有的证据指向 全部指向证明犯罪嫌疑人 于是我们对这20举起案件进行了串并侦查 2003年至2016年间 这一系列入室盗窃 强奸猥亵案件发生的过程中 羽山警方的案件串并工作 也是一直在进行的 马鞍山市公安局领导 也对这一系列案件十分重视 命令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 当时案发的客观条件非常不好 那也给我们公安机关扑获此案 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还是要从 我们公安机关所潜伏的职责 担负守护一方平安的 这种一五宗次责任 所以我们也始终要求 我们的办案民警 要有一股咬尽青山不放松的这种认证 虽然这个案件的侦破 有很大的难度 但是各级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 明确提出了要求 这一系列案件必须侦破 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 虽然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确定为同一人 但是警方却无法确定他的身份 13年来 此人作案20余起 却没有给警方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可见这名犯罪嫌疑人之狡猾 要想将其缉捕归案 也绝非易事 由于其他案件案发时间久远 相关信息缺失比较严重 所以专案组决定 从最近的一起案件 也就是2016年4月8日 这起入室盗窃案着手 进行深入调查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 办案民警在案发小区附近 展开了挨家挨户的摸牌走访工作 摸牌走访是我们 刑事侦查工作的一项技术工作 虽然没有直接获取到犯罪嫌疑的信息 但是我们这项工作 为专案组及时调整侦查重点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同时民警对案发小区及周边店铺商家 及公共区域监控视频的查看工作 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首先我们调取了周边失控 然后视频监控的时间往前倒退 我们要证据通过视频监控 发现那个显影是怎么来的 然后怎么走的 是不是步行的 骑车的 还是驾车 离开现场的 民警发现在案发小区附近 一个超市监控摄像头的角度 刚好可以覆盖到小区的大门 于是民警立即对这个监控进行调取 重点查看案发时间前后的视频 在监控视频中 从不发现了范迪嫌疑的踪迹 神秘轿车逆向行驶 引起警方怀疑 我们发现在盛特轩国际会议中心 这个监控下面发现了 有一辆白色的SUV轿车 一路追踪 狡猾对手中漏马脚 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 对整个路线和整个作案过程 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真凶归案 妻子林底不敢相信竟然是他 摘下面具 十三年伪装演绎两面人生 潜藏十三年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警方在查看4月8日 案发小区周边的监控视频时 发现了一名可疑人员 视频显示 在案发当天凌晨两点左右 有一个人影从案发小区大门跑出来 跑进了对面的一个停车场 随后人影便消失了 从时间上看 人影出现的时间 与窃贼从被盗业主家跑到小区门口的时间 大致吻合 警方判断 此人作案的嫌疑很大 我们调取了这个小区对面的监控 这是我们家公安这个天网工程建设的这个监控 通过这个监控呢 没有发现这个可疑的人影 然后呢 因为他那边停了一排汽车 这个人要过呢 要不就进入汽车 要不就是进入小区 他不可能凭空消失 这个停车场只有一个出入口 所有的人员和车辆 只能从这个出入口进出 对案发当晚的视频反复查看后 民警发现 从小区里跑出来的那个人影 进了停车场之后 当晚就再也没有人从这个停车场出来 只是在这个人影 进入停车场之后五分钟左右 有一辆白色的SUV越野车 从停车场开了出来 于是 这辆车自然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很有可能 这辆车的驾驶员 或者里面所坐的人员 就是这些案件的发行验人 所以当时这辆车就被我们列入 重点 嫌疑车辆 民警马上调取了附近道路的监控视频 试图追踪这辆白色越野车的行驶轨迹 监控显示 这辆白色越野车驶出停车场后 沿马路自动向西行驶 民警初步预判 它应该是开往马鞍山市市区方向 但让民警感到奇怪的是 在这个方向上的监控视频中 却再也没有发现 这辆白色越野车的影子 这个我们在天网工程建设过程中 在马鞍路机事学院 也就是在我们这边一个预警员 这个路口建设了交警的卡口 对过往车进行拍摄 这个时候我们就采用了跳跃追踪法 提前在这个卡口 对相对时间段过车进行逐一排查 发现这辆白色的SUV轿车 没有经过这个卡口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这辆白色越野车 并没有像警方判断的那样 通过回市区必经的预警员卡口 那么它会开往哪里呢 从案发小区到预警员卡口 沿路共有五个岔口 现在看来 每个方向都有可能是 嫌疑车辆行驶的方向 因为我们到时候它现场走访过 它这个路中间有很多岔口 最大的有五条岔口 这个岔口都能奔赴其他方向 不一定非要驶向市区 在不能判断嫌疑车辆 驶向哪个方向的情况下 警方只能对所有五个方向的监控视频 全部进行逐一的查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经过大量的筛查工作之后 嫌疑车辆终于又回到了警方的视野当中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嫌疑车辆当时是逆向行驶 警方判断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躲避前方200米左右 交警在预警员设置的卡口测速拍照 这果然是一个狡猾的对手 民警及时调整监控检索方向 按照其逆行的方向 开始查看沿途监控视频 果然在安徽省技师学院路口处的监控视频中 民警再次看到了这辆车的影子 但是由于光线和距离的原因 无法看清嫌疑车辆品牌及牌照等信息 根据他的行车轨迹分析和方法分析 我们发现他是有意识的躲避公安监控的卡口 也就是说他对整个路线上面的监控的分布 特别是卡口的分布非常熟悉 我们怀疑呢 一个他要不就是夹住在南边这个区域里 要不呢 他就是有较强的反侦察意识 那么这辆神秘的白色越野车 究竟要开去哪里呢 图真民警通过视频一路追踪 终于在九华路卡口位置 看清了这是一辆江淮白色越野车 同时也清晰地看到这辆车的车牌信息 驾驶员是一名男性 监控显示 嫌疑车辆驶入了新福家园小区 当晚这辆车再没有离开这个小区 对于小区的周边的探头经检索 发现这辆车驶入以后 他没有离开 然后我们就初步断定 他有可能是居住在这个小区 之前警方已经确认系列入室盗窃 强奸猥亵案为同一人所为 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推断 这辆白色越野车在4月1日 那起案件发生的当晚 它会在哪里呢 警方通过车牌信息 查看了这辆车在4月1日晚间的行驶轨迹 通过查看 警方又有了新的收获 所以我们通过车牌 到查4月1号 这辆白色的轿车的这个行驶轨迹发现 4月1号呢 它在相同的时间段里面 沿相同的方向 也驶入了这个小区 同时呢 它在这个前面讲到的 313技术学院这个卡口呢 它也采取了在相同的时间段 以相同的方式 躲避了这个卡口 那么综合分析 这辆车应该就是显应车辆 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 对整个路线和整个作案过程 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两起案件的现场周边 都发现了这辆白色越野车 而且轿车在行驶当中 都采取了躲避监控的行为 专案组基本可以判定 犯罪嫌疑人正是驾驶着 这辆白色越野车前去作案的 调查显示 该车车牌为真实车牌 警方也由此确定了 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专案组果断决定 对犯罪嫌疑人石某 立即实施抓捕 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捕后 民警对其驾驶的白色越野车 进行了搜查 在车内发现了帽子 手套 鞋等作案伪装工具 据犯罪嫌疑人石某交代 自2003年以来 13年间 他在马鞍山市 羽山区 嘉山 象山镇等地区 实施入室盗窃 强奸 猥亵妻妇女案件 总共作案20余起 那么 为什么石某十几年来 可以逍遥法外呢 转罪经过调查发现 除了破案的客观条件限制外 石某本人极为善于隐藏 石某是马鞍山市象山镇本地人 早年靠倒卖矿石 作为主要经济来源 后期生意逐渐不景气 收入锐减 石某有两个孩子 其中一个孩子患有重病 为了给孩子看病 四处求医花了不少钱 而石某本人又比较爱面子 出于对金钱的需求和虚荣心作祟 石某开始铤而走险 夜晚入室盗窃 白天又以常人的面目示人 石某被抓获之后 其妻子和周围邻居怎么都不敢相信 他是一名罪犯 石某有着明显的两面性 他白天在家里洗衣做饭 照顾孩子 疼爱妻子 勤恳踏实 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好爸爸 好丈夫 好男人 到了晚上 他就变成了入室盗窃 强奸 猥亵妻妇女的罪犯 石某为人谨慎 有着很强的反侦察意识 每次作案都要对作案地点 伪装手段 逃离路线等 做一番精心的计划和准备 在刚开始作案的时候 石某只是入室盗窃财物 后来随着案件越做越多 石某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应该也是以这个清财为主要目的 那么在他实施盗窃的行为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家中 只有一名单身女生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实施进一步的性侵行为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在逍遥法外13年后 犯罪嫌疑人的双面人生 就此结束 我们专案组的民警 他们顽强拼搏 弃而不舍 这种艰苦奋战的这种奉献精神 和我们合成的作战平台 多顶多参与 打一场合成作战 这些构成了这一期历史13年的案件 能够成功的增破 此案的成功告破 源自于现代的技术的发展 源自于我们案件侦查思路的正确 更源自于我们每个民警心中 一个神圣的使命 维护好一方治安 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是我们终身持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